大家好,爱吃一对小猫军又和大家见面了 黑暗荣耀下半部曝光新预告片 从预告来看,文多恩的复仇计划要全面开始收网了 预告片里几个镜头透露出来一些情节 赵如正完全成为他的帮手 江县男大妈可能会遭遇劫难 和导印成为最大的变数 除了文多恩的复仇之路 让小猫军最期待的就是东恩的爱情像了 不知道会是极致拉扯的独咬cp 还是忠诚小奈过的甜蜜爱情呢 接下来就跟随小猫军一起来从预告中 第二集东恩的爱情线吧 一独咬cp 禁欲人夫何道英和复仇女生文东恩 我觉得剧里最带感的就是女主和男二了 何道英是大象对着蝼蚁心动 他可以踩死他 但舍不得 一次舍不得就永远舍不得 最后变成了点击小奸 小心翼翼追逐在蝼蚁身后的那只滑稽大象 想看他们之间的火花 想看男二禁欲外表下内心的翻腾 最终肯定不是热烈的情感爆发 一定是权衡利弊后死火山一般的陈玉 但是我有种预感 男二何道英一定会伤害女主 东恩跟何道英是一柄剑 刺向一尊完美雕塑的故事 何道英 他是一项满分作品 是为植入了最优程序的顶级配置 优秀的自驱力 还能自动升级的机器人 是一尊忘了自己是人的完美雕塑 他是食物链顶端 是安熟制定游戏规则的人 是控制者 在某个秋天的晚上 普通的周五夜晚 普通的嘈杂的骑射里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年轻女人出现了 她衣着严实 不是名牌 发型朴素 但一局棋 几次落子 她的聪明 泪落 力量感 掌控感 想得无疑 而在何道英眼里 高智商 冷漠 决断力 这些不应该是出现在骑射的普通人 不属于他那个阶层的人具备的 更不应该出现在一个女人身上 他满身都携带着疑问 这次他给不出答案了 他是何道英人生中第一道难解的题 第一局看不懂的棋 而且他居然还是个女人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人生的棋桌上 何道英第一次找到了想要邀请 值得邀请的对手 居然有和我旗鼓相当的人 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这么想的时候 何道英的精神事件里 突然出现了并肩站立的另一个人 在好奇心和征服欲的后面 他维持了几十年的不自知的孤独 第一次被打碎了 无论那是情欲 是好奇 还是好生心 征服欲 总之何道英的某个部分 悄悄活过来了 他有了想了解 想靠近 想发问的冲动 他开始失控 牵挂 期待 失望 惊喜 主动 边理店外 看到东安身影 狼狈的急刹车 开始遍离了航线 走向设定程序之外 然而 他没想到 这个首次被他作为一个人 而不是一个功能 一个符号 看见的女人 其实是一柄寒光灵灵的剑 甚至这柄剑的目标 从一开始想刺向的 就不是她 这柄剑 只想穿过她的身体 刺向她身边最亲密 最仰仗她的光芒的那个女人 她的妻子 她的伤口和鲜血 只是加剧她妻子痛苦的催化剂 何道英一定在想 我平生第一次想坐下来 想平等的跟一个穷女人下棋 交手 她居然他妈的 只把我当成一颗棋子 我居然他妈的不是主角 你居然不是奔着我来的 我居然不是你的最终目的地 所以 当她看到东恩是班主任时 当她得知 东恩和全在俊 严真是同学时 当她临着爱马仕 听空姐 讲起霸凌网事时 她迅速 串起了故事的大致脉络 在那家餐厅里 她第一次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一个不久前首次体验了心动的男人 一个刚刚局部零件融化 系统出现bug的人工智能 一尊完美的雕塑 就这样 突如其来的陷入了心碎 但一个年过中年 突然尝到了糖果甜味的人 一个突然被激活 被惊醒的雕塑 是不可能停下来的 她必然会走向悲剧 不停看手机 等待一个电话 一个邀约 哪怕是一个陷阱 不止控除了周六周日 更取消了周一周二 形成的郑重骑士 你穿这么少 不冷吗 我总不能做什么 都在你的掌控之中吧 她只差手里举起白旗了 何道英和东恩 在智力上气骨相当 她和她对二人关系 进度的试探和感受 是同步的 心灵生会 只可惜 东恩已经不是一个女人了 甚至不是一个人 她的柔软情感 早就被斩断了 在十八岁那年 她把自己浸泡在仇恨中 硬生是把自己 淬炼成了一柄剑 她的无情是主动的 是带着目的的 是自虐式的 何道英的无情 是在未察觉的状态下 被他人塑造的 殊途同归 各有各的不幸 她靠近何道英 触碰到何道英的瞬间 也激活了何道英 可下一步 她就会刺穿何道英 用坚硕编剧早年的作品 市政厅里 男主角的台词来说 何道英的人生 原本是设定好的路径 A点之后是B B点之后是C 再之后应该到D 然后一路往上 可突然就卡在C点了 东恩就是她人生中的C 二 甜蜜年夏恋 正传小狗 周如正和复仇女神 文东恩 之前说过 东恩和何道英 是一柄利剑 刺向一宗完美雕塑的故事 历刃刺入 陌生的痛感 即将失控的仓皇 使她短暂的活了下来 可下一秒 她的整个世界 她的自我认知 都面临坍塌 几乎是灭顶之灾 而《海岸荣耀》里的 东恩和周如正 是历人入鞘的故事 她和她 互为其道 互为其翘 周如正对东恩来说 是东恩作为一个人 本能地对阳光 对四季的风 对花香 对温柔依微 对月下低雨 对所有美好的 有温度的 亲密的 柔软的 清香的事物的向往 她使东恩素色风衣上 明显不相配 却不忍心切断的纽扣 是一点点羁绊和妄想 尤其是周如正的灵魂深处 其实也藏着一把刀 这就使得她对东恩的隐诱 更有力度了 他们有相似的破碎 在东恩向周如正 展示伤痕的那个夜晚之前 周如正是愁愁的 犹豫的 她灵魂深处 疯涨的仇恨 犹如癌变物 温暖勇敢的母亲 亲切的志同道合的同事朋友 她的生长环境和性格底色 是温暖的 阳光的 她在挣扎 在自我救治 她依然想切除那块肿瘤 她告诉别人 她喜欢泡腾片融化的嘶嘶声 是因为那声音 像清风吹过银杏叶 她曾经尝试做随军的医师 她长期进行心理治疗 可杀死她父亲的恶忍 多内来隐秘 而持续地对她 最痛的那部分狠狠下手 重复地戳刺 解开伤疤 她基本痊愈不了 东恩和周如正 坦诚相大的那个夜晚之后 周如正看到的不只是东恩的伤痕 更是另一种活下去的可能 原来内心的那匹日夜折磨她的瘦 除了被禁锢 还可以劈开岌岌可危的铁龙 让她呼啸而出 之后周如正正式放弃了 对做个阳光少年的执念 一个人的夜晚 她打开抽屉里熟悉的手术器械 墨背着凶手的身高体重 再朝着虚空中想象里的那个人 一道一道刺过去 颈动脉被割断 心虚思思冒出 原来 这才是她喜欢 泡灯片融化声的真相 她终于不再对自己 对这个世界 隐藏自己真正的样子了 只有看见了周如正 灵魂里的鲜血和黑暗 只有看见了周如正 作为历刃的那一面 你才会明白 前六集里的阳光少年 有多珍贵 那是一个重伤的人 她用最大的善意 温柔 包容 面对这个烂透了的世界 只因为这个世界 她偶然遇见了一个 闪着光 但决绝有力的女人 一柄剑和一把刀 无论眼神都有多好 哪怕能骗过自己 但对同类气息的本能辨认 那些破碎 血的味道 含在灵魂里的恨意和愤怒 最终会让她和她 无限靠近 东恩对何道一的心意 来自她作为一柄利剑的优秀属性 智慧 力量 磊落 而周如正对东恩的追随 和最终臣服 是她作为武器 危险的 通往悲剧的那一面 编剧在周如正这个角色上 铺成了极大的野性 她也是承载最多任务的人物 我猜第二季里 周如正的戏份会更重 当复仇完成 尘埃落定 废墟上勉强站起来的 伤痕累累的人 其实不是胜利者 他们本身 也成了废墟的一部分 以下为不负责任的预测 故事的结局 东恩也许会在某个刹那 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替周如正挡下了致命一击 她让她免于走向折断 她做了她的刀鞘 东恩的最后一剑 最终还是留了一点点力道 多半是她拖住了异色 暴力和仇恨是会蔓延的 斩断他们 到此为止 才是终止暴力的方式 同时她也拯救了核倒因 A色是她生命里的维他命 是宝物 东恩会站上审判星吗 还是走向虚无的死亡归宿呢 这些也许都不重要了 最后的时刻 也许何道因会带着 棋盘和妻子强来 是她和她最后的对异 也是告别 谁指黑谁指白 也不那么重要了 也许还会有紫菜饭团 故事开始时 贝利店里那个被拒绝的 碳水化合物 最后的时刻 让我们分食这朴素的潦草的食物 分享着无辜的烟火人间 而周竹正也许会站在 审判现场的证人位上 也许会在葬礼现场 也许会像在东恩大学时代 那个早已遥远的课堂上一样 再次有声询问她 后面这位青年 你是谁 你为谁而来 这次她一定会坚定而清晰地 说出东恩的名字 灵魂里 她和她永远在一起 守护彼此的锋芒 也守护彼此的秘密